林姑娘 明天我带你去看看柳泽然这次是以东家的身份交代给林水星事情做 东家的意思是 让我去你的冰斧场 可 做豆腐怎么办 林水星有些吞吞吐吐 林姑娘既然能把豆腐的做法交给香满楼 难道就不能交给我的春风楼 是信不过我 柳泽然越发咄咄逼人 我哪是信不过东家 只是在这京都我无依无靠 总要有点手艺傍身春风楼没了豆腐 照样是春风楼 可我没了这豆腐 只怕在东家身边也没了作用 要说信不过我更信不过自己 我还有弟弟林立要找 故呢 柳泽然听了林水星这番话 觉着林水星也不过是个女人 怕在自己身边没了作用 这才是一个女人看到她应有的表现 这样吧东家 点豆腐的水由我来做 其他的做法我交给春风楼大厨 林水星这句话让柳泽然很满意 既然不能在日日来织粉铺子 林水星就交代白春合金好女 以后让两人看好铺子 要是一个叫林翔的来 你就叫她把脂粉交给你们 就说是我说的 东家 你放心吧 我和好女会帮你看好铺子的 白春就差拍 胸脯保证了 第二天一早 就有一辆马车停在林水星的宅子前 等她坐上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弥香味道 轻盈 用你手里的匕首 抵在她的脸上柳泽然命令 匕首在脸上近在咫尺 林水星呆坐着 全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危险 也许真是自己疑心太重了 就连轻盈这个武功绝顶的 都已经被弥香控制 更何况是林水星呢 柳泽然想着 轻盈 收回匕首 搁自己一下柳泽然的吩咐刚落 轻盈就毫不犹豫 在自己手上滑了一下 让她灯时清醒过来 对不起主人 我被影响了 轻盈认手上的血滴落 仿佛不知道疼 不怪你 这正是柳泽然想见到的 少有人知道 只要出了血 就能解除弥香的影响 这一天 林水星都是昏昏沉沉的 等她在清醒时 她已经回到了宅子里 是夜里了 第二天 林水星在坐上马车 这回脸上被蒙了布 她感觉着应该是出了城 路上变得颠簸 差点被晃趴下 林姑娘 就快到了 这声音没有起伏 不是柳泽然的 这个林水星听得出来 她在车边 就被蒙上了布 被送到了车上 连车里有谁也不知道 车停下来 林水星被扶下来 走了一段路 才被接下脸上的布 主人要你做的事 都写在这张纸上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把纸塞给林水星就走 林水星这才开始打量这个所谓的冰服场 四周是一排排的房子 应该就是做冰服的 听人说过 柳泽然之所以受圣上器重 最关键的就是盔甲 看来自己来的确实是冰服场 有一些是开着门的 赤着胳膊的汉子 在你一锤我一锤的打铁 吃的一声 赤红的烙铁放进了水里 不过让林水星觉得奇怪的是 在这冰服场里 竟然另外圈出了一片地方 墙很高 还有人把手着 传出了喊耗子的声音 没有人靠近那里 而他手上的纸 写着就是让他进去那里 女人 一边去 这不是你该看的地方 看守粗声粗气说 一个女人出现在冰服场就不对 更不用说是接近这里 让他进去 以后你们都听他的 刚才跟林水星说话的刀疤脸 又出现了 看守吓得一哆嗦 赶紧让林水星进去 这里简直就跟巡演使去 林水村是一样的场面 一口口的井 一口口的大锅 这是一个盐厂锅里 厚厚的一层白 这里应该用来制言很久了 管好你的嘴 不过你是主人派来的 我想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刀疤脸再出去钱 警告林水星 刀疤难想不通 主人干嘛要叫这样一个女人来管炎厂 这是真不再相信他了 林水星还想着 这里应该是热火朝天 但其实是一群群的行尸走肉 几十名汉子都在不知疲倦地干着 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弥香味道 这些人像是都被迷晕 然后被带到了这里 每七八个人 就有一个监工 监工看起来是清醒的 大声地喊着该干什么 那些汉子就照着做 明明师父前郎中 已经帮杨修徒解决了那婆子 为什么柳泽然 能在这里用这么多弥香 昨天对自己也是 林水星越想越心惊 你就是新来的头 主人指定的 几个监工到了林水星面前 作严的汉子是麻木 而这些监工是满脸猙獰 不过却不敢对林水星怎么样 林水星看出来了 这些人畏惧自己 更准确说是畏惧自己身后的柳泽然 我是东家派来的 你叫东家 那几个监工听到这里 都跟见鬼似的 丛林水星身边走开 只剩一个瘦小的男人 穿着格格不入的长衫 战战兢兢地对林水星说 姑 姑娘 你来跟我看一下这 木合言把说话窝窝囊囊 整个人也显得窝囊 说完 他就抹了抹脑门 他在这里一直被其他的监工看不起 也不知道这话会不会又惹怒了这个女子 林水星跟着这个男人来到一间屋子 外面因为煮盐潮气很重 这里却是干燥的 一边躲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盐 整整齐齐 一边有张桌子 散落满了纸 那窝囊的男人从这些纸里迅速找到了账目 请姑娘过目 目前已有六百斤 还差四斤就可以让人来拉了 春风楼 冰浮厂周围有没有出现杨修图的人 柳泽然问青影 今天送林水星的人就是青影 没有 主人 那有你每日将林水星送去冰浮厂 也有你把他送回宅子 是 主人 林水星每日回到宅子都是天降黑 脂粉铺子根本就没时间去 而林立好不容易从书院回来 宅子大门紧闭 她找来了脂粉铺子 我姐她在吗 林立对这两个女子都陌生 说来她还是第一次来她姐京都的脂粉铺子 你是东家的弟弟 白春听林水星提过一次 没想到林立是这么一个俊俏的少年郎 这要是配好女 转头看 仅好女修的脸都红了 装作在擦柜子 林立点点头 难道她姐也不在这里 东家她 有事忙 我也好几天 不是 等你见到她 问她把白春说到一半 又改了说法 这么吞吞吐吐 林立越发担心 不过她也没逼这夫人说 问她 还不如去问另一个人 杨修图呢 我有事找她 林立这是第一次来乡满楼 虽然她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不过左掌柜听她张口就说 要见杨修图 还挺不客气 还是问 你是哪个 我叫林立 林水星的弟弟林立 看自己说到她姐 这掌柜的就变得有些不屑 有几桌客人也是 难道是她姐做了什么危险的事 林立从不认为她姐是会做坏事 算你运气好 东家在 我帮你问问吧 左掌柜夺着四方步上了二楼 林立想跟上去 被跑堂的拦下了 我们掌柜的还没说叫你上去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左掌柜下来就快多了 我们东家叫你上去 我给你带路 林立跟着上来 她感觉到有个人在路股地盯着她看 自己在书院这段时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林立加快了脚步 跟我进来吧 福西对着林立也是很不屑 不知道少爷为什么还要管林水星姐弟俩的闲事 见了杨修徒 林立就不客气地问 杨修徒 我姐做了什么危险的事 真是笑话 你就是来问这个的 你姐可是亲口说了 她跟我家少爷是桥归桥路归路了 你一个举人 应该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好心跟你说 你应该去找的是你们院长柳泽然 福西替杨修徒呛了回去 这林立带的就是柳泽然刚开的书院 她姐也为柳泽然做事 一切不是明摆着吗 福西 出去 杨修徒声音很冷 福西转头走 听到他家少爷又说 关上门 福西碰一声拽上门 觉着他家少爷这样太不争气了 林立和杨修徒谈的事 没人听到 反正林立打开门网出走时 那声音一鼓的冰茶滋味 杨修徒 算我林立看错你了 要是我姐少了一根头发丝 就算我现在奈何不了你 等有一天我登上高位 也不会放过你的 希望你这乡满楼能撑到那时候 少爷 他怎么敢这么对你说话 不过是一个穷酸读书的 福西可都听到了 愤愤不平 杨修徒心里只是苦笑 他倒高兴林立能对他说这番话 看来林水星没有白藤这个弟弟 冰浮场 林水星看着今天制出的盐 能有个一百多斤 按照这样下去 还有最多三天 应该就会有人来运走这批盐 他发现这些作盐的汉子 停工后就会被一起拉走 不知道拉到了哪里去 而且过个三五天 就会换一批人 应该是因为迷香的影响 才会如此频繁地换人 林水星依旧装作中了迷香的样子 跟其他监工一样 只做好自己的事 对于看到的任何事都是一脸冷漠 正想着 那帐房进来了 边走边嘟囔 真晦气 又碰到了个不行的 他说到这里 才想起来这屋里还有林水星 小心看了他两眼 发现林水星没听到他的话 才松了口气 在这里 是禁止说这些的 林水星出了屋 看见一个人倒在盐井旁边 没人去管 其他人依然有条不紊地做自己的事 提水 拎到锅边 烧火 他第一天来 听见的喊耗子声 应该是在打心警 而这几天来 除了监工的声音 这延长里是寂静的可怕 恨不能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听见 一个监工问林水星 林姑娘 这个人怎么办 林水星瞪了他一眼 以前怎么处理 还怎么处理 这点事也问我 你是吃干饭的 这监工自讨了没去 又叫了另一个监工来 把人拖走了 像对待一个死人一样 以为这个女人会害怕看到这场面 结果跟他们这些男人一样 怪不得他一个女人能代替之前的头 这监工想着跟另一个监工 把人扔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 不一会儿 那两个监工回来时 又带了一个汉子进来 这个汉子林水星之前没见过 可他一样听了吩咐 就去提井水 就是一群奴隶 呸 一个矮胖健壮的监工说 说完晃了晃头 这味道闻久了 就是他们这些监工也会有些发昏 这娘们应该是来的时间短 还没有受到影响 太阴狠地看着林水星 之前的头儿 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三年 据他说 是自己对这味道有些上瘾 所以他有天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 留在了这盐厂里 后来被主人知道 就被调到了外面 所以 他们每日也是心惊胆战 那个头儿可是忠心耿耿地为主人卖命 才只是被调离 他们这些人 要是犯了那样的过错 下场就是刚才被拖出去的那人 被饿狼式地看着 林水星当然不会不知道 在这个盐厂里的人 似乎都是动物 这种眼光并不是对他有其他的企图 就真的是把他当作了猎物一般 你傻站在这里 是无事可干 要我去告诉东家 林水星走到一直看着他的矮胖监工面前 声音如脆了毒 你 矮胖监工捶了头 去到了一边 在心里发狠响着 臭娘们 只要主人不要了你这条狗 我就让你尝尝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一天下来 饶是林水星没做体力活 也是筋疲力竭 眼场太煎熬人了 回了宅子 黑骨隆隆 林水星还以为 今日灵力能回来呢 不过看来是他记错了 却突然出现一人抱住了他 黑灯瞎火的被个人撞到了怀里 任谁都会吓得不轻 可这人一到怀里 林水星就笑了 福蛋 你咋不点灯 吓姐一跳 姐 姐 林力嘶喊着他姐回来前 她想了好多话 想跟她说 可这时 林力却一句都说不出 只是紧紧勒住了他姐 一声又一声叫姐 两人回到屋里 油灯下 林水星看到林力脸上有泪痕 刚才他就听出 林力的声音哽咽 这是怎么了 福蛋 你咋了 在书院有人跟你过不去 林水星给他擦眼泪 自打福蛋进了村学 就在没当着他和爹娘哭过 这到底是怎么了 真是急死他了 林力用力眨了几下眼睛 怪自己太没用 竟然反过来 让他姐为他担心 姐 你再等一年 一年后我避重近视 到时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就是看你这么晚回来 心疼 追名逐利 林力这一刻是如此渴望 要是他有了权势 她姐何须做冒险的事 姐忘了你今天回来 要不然就早些回来了等着 姐看看给你做些什么 林水星不知道林力到底是受了啥刺激 应该跟他有关 大家都认为自己把林力看得重 但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 林力对他何尝不是如此 这一夜里 林水星和林力两人都是挂念着对方 辗转难眠 第二天 林力早早就起来 为两人煮了面 简单的白水面 一人一个握鸡蛋 面煮的时间有点长 用筷子挑都挑不起来 又忘了加油 成了一坨 就这样两人也是狼吞虎咽 姐 我回书院了 你别逞强 等我一年天刚亮 林力就回了书院 林水星觉着这次林力回来很不对劲儿 明明他上次去看他时 他说能回家待两天的 这才一天 就这么急匆匆回书院 而且明显有话没跟他明说 不过他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林力在 他还要边瞎话瞒过他 林力可不是好糊弄的 这么想着 林水星明白是哪里让林力起疑了 这几天家里都是冷锅冷灶在延场 监工都是和那些汉子一起吃中饭晚饭的 他也不例外 自己太大意了 林姑娘马车来了 林水星收了杂乱心思 走了出去 林力并没回书院 躲在一处墙角看着他姐被蒙了脸 被人拖到了马车上 其实是福 但在林力看来 就是连拖带拽 林力眼睛都红了 咬牙看着他姐坐着马车走 一年 一年后他要在这京都做官 成为全臣 让他姐不再任人摆布 春风楼 主人 林力见过林水星了 还眼看着林水星上了马车 不过并没跟马车亲影 早就察觉到了林力的目光 让他看到也好 这个林力别看年纪小 城府却有 他日在官场上要是得了契机 平步青云都有可能 柳则然希望他也可以为自己所用 不过现在还未时尚早 门被人推了开 方冠才是着急忙慌 被柳则然的利眼一走 才觉得自己莽撞了 不过确实是出了大事 东架 香满楼推出了红乳宴 还有其他一些浓油赤匠的菜品 大张旗鼓摆在门口 时刻都去了那边 自从来了那个丑陋的男人 方冠才在春风楼的位置愈发尴尬 说他是掌柜 可事情其实都是正经说了算 他就是一天不来 也没人会记起他 不过方冠才还是雷打不动地来 这以前毕竟是他的春风楼 柳则然打开窗子往对面看 香满楼人流如枝 而春风楼确实安静了不少 慌什么 不是才第一天 还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好对策 柳则然收回视线 笑问方冠才 说是这么说 不过柳则然心里也生其骨不安 杨修图终于有行动了 不光正经觉着杨修图是山穷水尽 就连他有时也觉着杨修图不过如此 我错了 东架方冠才悄悄往外走 把正经叫来 正经来的时候 一脸阴狠 配上他那张人不人鬼不鬼的脸 真像是从地府来的厉鬼 主人 我已经让人去看香满楼推出的菜 有什么门到了 正经进来就说 好 这也是柳则然想让正经做的 杨修图之前出了红乳 但只是在喜庆的年节时 这次试入了菜 是大厨王菜刀潜心钻研的 又加了酱油大酱等等调料 也将之前的一些菜做了改良 味道上升了一大截 这些应对方法杨修图早就有了 故意选在这个时机来对付春风楼 杨修图的香满楼 少爷 有春风楼的人来了 要不要把他们打出去扶洗露起袖子 受了这么久的鸟气 也该让春风楼的人知道 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不用 送上门的银子哪有往外推的道理 佛喜 他们想吃什么不仅要让他们吃 还要让左掌柜鼓动他们多点 佛喜虽然不懂他家少爷的用意 不过还是吩咐了左掌柜 正经找的是两个后厨的帮工 让换上了绸缎衣服 叫两人只管大摇大摆 竞香满楼 可两人在这里一看就有些滑稽 他们自己也知道 所以这顿饭他们吃得跟型饭一般 边吃边看 两位这道菜也颇受欢迎 二位要不要试试 左掌柜亲自过来说 其中一个就坐着凳子一边 就怕人来赶 他好赶紧跑 听到掌柜说话 吓得喷一声坐到了地上 引起一阵哄笑 另一个看同伴出了丑 就想找回颜面 甩开膀子才大气粗道 所有好的 每样来一份反正他们有一百两了 好嘞 不一会儿 看一桌子都摆不下 这人才发了慌 左掌柜 这些得多少银子 不多 刚刚一百两出头 啥 够了 够了 就这样娘厉 还才出头 再上 他们两个就走不出这乡满楼了 两人吃饱喝足 又要了打包 从春风楼后门回去 讨好的把东西递给郑金 郑金看着那些残羹剩饭 眼里闪过厌恶 就这些 都在这里了 因为杨修图 因为香满楼 冰浮厂柳泽然的注意少了 跟灵水星想得差不多 四天后 岩被运出冰浮厂 到了一个地方 应该就是在这里交易 而他负责交易 怎么是个女人 难道西岩没男人了 来了五个人 其中一个盯着 灵水星身边的男人耻笑 女人怎么了 难道你不是女人生的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不是西岩没男人 而是跟你们交易 我一个富道人家 足以灵水星这话 不带一点脏字 却让对面几人的脸色 成了猪肝色 这几人虽然穿着西岩的衣服 但说话的腔调古怪 不像是西岩人 你这个女人 竟然敢如此 看不起我们东椅 谁给你的 住嘴 一个高大冷峻的男人呵斥 刚才那人才发现 他被个妇人三两句话 就记得说了不该说的话 对不起 太 头儿他差点又说漏了 更不该说的话 姑娘 对不起 他走江湖惯了 所以嘴上没真没拦 我们还是说正式吧 这个高大冷峻的男人 才是说话算的 他一说 其他四个人 都不敢无理地看灵水星了 我就是为正式来的 一千金盐都在这里 灵水星指了指言 跟这个男人说 这些人对交易很熟 清点过称 就让灵水星等人离开 银票也交给了灵水星 走出去不远 账房就小心地对灵水星说 灵姑娘 把银票给我吧 这是 我知道 规矩该怎么做 秦颖今天在马车上 都告诉他了 灵水星 把银票交给了账房保管 那个矮胖的监工突然说 这些东夷人 太目中无人了 每次都是鼻孔看人 一位穿成西宴人一样 就没人认出他们 灵水星看那帐房 一听到监工说这个 就越走越慢腾腾 落到了后面 这个人很懂得如何自保 东夷人这边 看灵水星一行人走远 两人前一巴掌 就把刚才说漏嘴的那人 打倒在地 割了他的舌 那人顾不得管一嘴的血 就地跪好 砰砰磕头 求殿下饶过我 我错了 叫我什么 回去再处置你 两人前最讨厌 不知死活的人 头 那人面如死灰 听到割舌 他就应该住嘴的 谁能想到 他们东夷以盐出名 将盐卖给西宴 换得人人负数 但其实 他们东夷最缺的也是盐 他们的盐 是来自于盐矿 而那些盐矿 阴族祖辈辈的彩蛙 有酷节的迹象 不过这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盐是置顾西宴的戾气 所以他们东夷一直在苦苦支撑 一直到知道了柳泽然这里卖丝盐 他们来买丝盐 盐荒才有所缓解 历朝历代以来 西宴比他们东夷国力强盛 又地广人多 所以他们一直不敢贸然开战 而他们因为三面环山 一手难攻 西宴也不敢攻打 才能相安无事到现在 不过近来 为了这盐 父皇有了新的打算 头儿 真是奇怪 这么久 我们的人还没有来运盐 要不要我去看看 一个手下觉察出了不对 两人前不再想两国的明争暗斗 今天是比平时等得久了点 那些人待的地方 居这里只有十里地 按说他们离开一刻钟后 那些人就应该驾车 往这里出发的 你去看看 小心点正说着 两辆马车 三辆牛车过来了 过来就开始扳言 两人前和其中的两个人 上了一辆马车 马车上路 两人前闭目养神 一个手下凑到他耳边 头儿 有些不对劲 这方向是仅吸烟京都的 两人前最烦别人离他近 听闻此话压下咒骂 悄悄掀开脸部往外看 方向是不对 要这人不要声张 运足力气 就从及时的马车上跳了下去 他们的马车是在最后 所以前面无人拦 只后面有人在紧追 别让他们跑了 不然怎么跟主人交代 抓不到就傻 主人 据他所知 柳泽然身边的人都叫他主人 这些人是柳泽然的人 没空想下去了 两人前看又有一名手下倒地 只能尽全力摆脱追兵 前面的小亭子就有他的人 黄公 杨爱卿 你这次做得好啊 燕镜卓抑制不住高兴 还以为四言交易是停了 原来是卖给了东夷不过 这也让他发现了东夷的一条软肋 我只是按圣上说的做 但其中一人像是东夷的太子 我把他放走了杨修徒 毕恭毕敬 你这样做更妙 留个活口 才能让他们互相猜疑 事情没有扩散出去吧 没有 圣上 修徒 其实说起来 我算是你的姐夫 你算是我的舅子 在这私底下 你可以用民间舅子 对姐夫说话那般的 那样我也能自在些 燕镜镯换了语气 臣不敢杨修徒心里有一道线 他不想跨过去 跨过去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算了 我不逼你 好好看着柳泽然的春风楼 小心行事 燕镜镯继续说起了正事 春风楼 正经 三天了 你的对策呢 这就是你说的香满楼完了 柳泽然手上的茶杯摔在正经脚前 正经大气不敢出 他怎么知道杨修徒还有这样的后手 还一直到了此时才出 香满楼当然就起死回生 而且杨修徒已亮明了身份 还挂上了圣上御赐的牌匾 他是皇商 而干姐姐更是当今的皇后 所以就是一些官员也转头去巴结他 这些京都的官员经着呢 也善于审时夺事 当今皇后虽然无子 但太子就养在他膝下 就相当于太子是他所出 皇后又向来贤良淑德 得皇上恩宠 所以巴结杨修徒比巴结柳泽然更有用 哑巴了 正经 我能让你出监牢 也能再将你送进去柳泽然坐在那里 重新又拿起一杯茶 主人 要不要让林姑娘想些新菜 他应该是有所保留 怎么 这就是你的对策 什么都要叫灵水星做 还要你有什么用 不如我把你绑了送给灵水星 相信他应该会高兴 这也算是正经在他手里的一点用处 正经害怕了 他虽然不仁不轨 可不想死 主人 有人来了 轻盈的声音救了正经 还难得的带了起伏 随着轻盈的话 门被人不客气地推开 怎么 这就是你柳泽然的代客之道 我来 还需要你这影子先进来说一声 柳泽然就这样派人暗中降严结回 以为他良人钱会白白吃着暗亏 殿下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到底出了什么事柳泽然起身相迎 这东夷太子这么大动干戈 显然是心事问罪 良人钱这次来 带了两个身手最好的手下 也已经派人回去跟他父皇说 他来的是西宴的春风楼 只要他出事 就是柳泽然所谓 你说呢 收了我的银子 却又半路截回思言 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可惜你的手下太得意忘形了 良人钱扫了一圈 除了柳泽然的影子 就一个不人不鬼的人 还是不会捂的 我不知道殿下说的是 一定是有误会柳泽然看了眼轻盈 轻盈想离开 可惜被良人钱的人拦下了 他不敢硬闯出去 怕他们对主人不利 不必费事了 我来告诉你 交易完成后 有一帮人驾着我的马车出现 却不是我的人 他们把颜都抢走了 要不是我的两个手下 拼了性命保护我 只怕我也会死在 你柳泽然的人手上 良人钱说到这里 脸上出现了狠色 殿下 绝不是我让人做的 这样做对我根本就没有好处 柳泽然镇定的解释 没好处 你想让你的人 把颜直接卖去东夷 不经过我的手 良人钱不信柳泽然说的 而且他是东夷太子 柳泽然的身份 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肯定是杨修徒做的 可如果是那样 为什么还没有人 来春风楼找麻烦 柳泽然正想着 有人踏上二楼来 这几天因为香满楼的影响 这二楼的包间都没人来 方冠才搭着嗓门 小心问 官爷 我们春风楼向来守法 不知官爷要查的是什么 走开 不该问的别问 我们奉的是圣命 耽误了是 小心你的向上人头 一个当官的粗声粗气说 良人钱狠瞪了柳泽然一眼 给官府通风报信 这次就先饶了他 这春风楼他还会来的 来的人是林树 他没有回去树边 是京都的禁卫军首领 近来就看到柳泽然站在窗边 正在关窗 只有那个跟随着他的男人 在这间屋子 正经在良人前进来不久 就离开了 林大人来 是有什么事 柳泽然关好窗 回到桌边问林树 听说你这里有东夷人来 我来查查 林树说着走到窗边 重新开了窗 下面一个手下喊 大人 刚才有人跳窗离开了 追吗 追 柳泽然还是气定神仙 柳皇商能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吗 酒楼吗 三教酒楼都有 然后是我的春风楼 也是如此的 林大人说呢 可人是从你这窗子 跳下去的 就凭你手下的一双眼 那下面可是有许多双眼睛 不如林大人去问问其他人 柳泽然自始至终 是气定神仙 八风不动 林树没再问下去 带了手下离开 轻盈 被车去冰斧场 柳泽然等林树离开了 冷声命令轻盈 对面的香满楼 东家 让我去吧 林水星是我妹妹 虽然不能确定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温生就会为了妹妹 去做任何事 就春桃如此 对林水星也是如此 好阳修徒 连福喜都没说要去做什么 不过也不问温生 是如何猜出的 盐场 林水星来了有半月 这是第一次见到柳泽然来 主人 我们放下盐 收了银票就离开 每次都是这样的 并不知道那些东 买盐的人遇到了什么 矮胖监工 听柳泽然说完 就立刻说 柳泽然进去了放盐的地方 一会之后 轻盈来叫林水星进去 主人还真是相信这个女人 她最好不要乱说话 帐房你说是吧 矮胖监工一脸横利 这个女人没来之前 从没有出过事 她一来就出了这样的事 希望她不会害了他们 你说的是帐房先生 唯唯诺诺 几个监工都不屑地走开了 跟这种人说话 没进而 林水星一进去 就吸入了浓重的迷香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林水星 你为谁做事 柳泽然把大拇指上的玉斑纸 抵在嘴边 直盯着林水星问 主人 柳泽然又点了一根迷香 这里门窗紧闭 这么重的味道 林水星已经尾顿到了桌子上 你为谁做事 主 人林水星的声音很缓慢 迷香一根根增加 柳泽然手上的碧玉 斑纸绿的透明 连她自己都快要受不了 这迷香的味道了 你为谁做事 我 主人 轻盈 进来柳泽然放过了林水星 轻盈没进来 外面甚至安静的诡异 平时她只要发出一点声音 轻盈就能迅速进来的 轻盈 柳泽然话音刚落 门就被慢慢推开 一个老头进来就朝着林水星去 手挤针落 在林水星头上扎了两针 林水星就清醒过来 近来这人是前郎中 对着林水星一通吼 你以为自己是谁 就是真的百度不清 也不能这样用自己冒险 我就不该收你为徒 师父林水星越过前廊中 往后看 是杨修图 他朝他笑笑 杨修图看林水星 朝他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心很疼 也许他真不该同意 林水星来这里的 杨修图 没料到我还真的栽在了你手里 不 应该说是林水星这个女人手里 她对你还真是痴心一片 为了你 竟然能做到这份上柳泽然痴笑 利用个女人 杨修图算是什么男人 柳泽然 我只是顺着你意思做的 不是你让正经逼我来京都的 还有我在牢狱中挨的那些打 不是你让人做的 林水星冷声问 别把别人当傻瓜 也别说得好像 他林水星对不起他似的 柳泽然掀起个魅惑众生的笑 我想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信了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如何给杨修图报的信 让他结了言 使灵力 林水星一直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 唯一见过的就是灵力 林水星什么都没说 柳泽然又说 看来 我真是太小看你这个女人了 是灵力 他虽然恨杨修图看着他姐做这么危险的事 但他更明白 不帮着杨修图 他姐更危险 关于运言的大支日期 是灵力告诉的杨修图 不过在这整件事开始之前 林水星身上就带了的香囊 还是钱狼中的那一套 用田鼠寻香气 这个冰斧场本来就有老鼠出没 没人去注意几只田鼠有什么不同 一直到林水星去了四眼交易的地方 杨修图才带人顺着田鼠的指引找到那里 发现良人钱的运言车是意外的收获 东一人太显眼了 不是穿着 而是说话的腔调杨修图带人过去 全部解决 换上那些人的衣服 默默地去运言 还真蒙混过去了 外面 林树已经带人控制了整个冰斧场 他从春风楼出来 并没有带人去追良人钱 而是跟杨修图的人会合 来到了冰斧场 柳泽然算是大事已去 冷笑道 看来 是皇上下定决心不留我了杨修图你赢了 赢在你身边的女人上 皇后是你姐姐 而林水星哈哈 他笑得疯狂 你跟我一样都不属于这个地方吧 哈哈 柳泽然放声狂笑 林水星看见他手上的扳指越变越绿 似乎就要裂了 心里生起浓浓的不安 杨修图拿下他的扳指 杨修图抓住柳泽然的手 可那扳指像是长在了他手上 根本就拿不下来 杨修图当机立断 一下割下了柳泽然的手指 我的玉 柳泽然不顾杨修图的剑 要指着他的脖子 伸手去捞玉扳指 就在这时 外面的清颖突然从重重包围中 来到了柳泽然身边 他的轻弓很厉害 但杨修图的剑更快更稳 在柳泽然脖子上割出了一条血痕 主人 自己身上的伤 清颖不在乎 但柳泽然脖子上 这蜿蜒的一条血痕 让清颖的声音发了颤 徒劳地朝柳泽然伸手 林水进来 让人将柳泽然和清颖 带上手铐铐链压了出去 辛苦林大人了 杨修图朝林树一抱拳 树大哥林水星 没想到跟林树会在这里再见面 嗯 林树也没想到在这里 会见到林水星 他等他娘离开林水村后 有一回鸣顶大醉 醒来后身边躺了的女子 是他副将的妹子 林树不作他想 知道肯定是他娘搞的把戏 不过这个副将人好 他妹子也老是会持家 他就顺他娘的义娶了人家 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 在面对林水星 恍如隔世 外面 前郎中正在给所有人解读 那些汉子都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些尾盾在地上 有些抱着头 一个个都脱了力 因为受控于迷乡 他们都是在不知疲倦的致言 不易清醒浑身疼 特别是手上 肩膀上都是后剪子 又出了血 疼得呆呆呆呆叫唤 前郎中和陆席 又给他们处理伤口 林水星也要过去帮忙 可一双手拉住了他 接着他撞入了一个怀抱里 原谅我把林水星 听着杨修图的声音 有些颤抖 这是我们说好的 而且是他自己非要做的 敬业的是 林水星是挺生杨修图的气 但后来杨修图说了 他对敬业的保护 林水星就只剩对他的一点怨了 正家的事揭开后 杨修图说 他有这么个计策 但缺个合适的人 而恰在这时 林水星又处处被针对 他又从王少爷那里知道 正经毁了戎 杨修图又联想到柳泽然身边那个丑陋的人 事情就串联起来了 那时 杨修图已经回了京都 但有李三 有香满楼 想传递个消息很容易 不过林水星到了京都后 只有林立那一次传消息 其他所有的事 都是林水星自己随机应变的 林树压的该压的人 关入大牢 杨修图先带着林水星回了香满楼 二婶 原来你在这儿 林水星拉着林二婶看春桃 把林二婶送入医馆 林水星出了大牢后 把全京都的医馆都找遍了 也没找到林二婶 后来又出了事 他也就没有心力再找二林婶了 原来林二婶在香满楼 是钱郎中给我治好的窗 杨东家说 你顾不上我 就让我待在这里 我卷好了 现在在后厨帮忙 林二婶乐呵呵的 徒弟 你住哪里 带师傅去 这厢满楼为师不想带 钱郎中还是怒气未消 让他的徒弟冒至中险 就是杨修图叫自己舅舅 他也不会原谅 林水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伏喜就不好意思地到了他面前 林姑娘 我之前说的话 你就当我在放屁 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好你个伏喜 对我徒弟说了什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玩意儿 钱郎中一脚踢在伏喜屁股上 又一脚踢到了他腿肚子上 替林水星教训伏喜 李三不知什么时候也过来了 林姑娘 对不起林水星的牢狱之灾 李三自觉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钱郎中又过来教训李三 都是些蠢货 把他徒弟想成什么人了 吵吵嚷嚷的 林水星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放松了 对了 他的脂粉铺子 自从为柳泽然做事 他就再没去过 林水星走出来 遇上了温生 温帐房 你有什么事 温生的目光里有太多东西 最多的就是急切 他这么看着自己 林水星只能问问 林姑娘 我的话有些唐突 我能看一下你的胎记吗 胎记 胳膊上的 林水星撸起袖子 满月状的烟红胎记 温生热泪盈眶 妹 这一个字只说了一半温生就被杨修图拉走了 东家 林姑娘就是我妹妹 我不会认错的温生恳求杨修图 你认了她 然后呢 温生 现在是时候吗 杨修图的话让温生清醒了 对啊 仇人还没找到要是他们也在暗处观察她 认回林水星这个妹妹 会让她有危险的 东家 我知道了 柳泽然入狱 温灵树亲自率进卫军抓的 关押在死牢里 宰相腐乱了 爹 你去求皇上对泽然开恩吧 吴英英鼻涕一把泪一把 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 求皇上 你是嫌我们吴家不被满门抄斩 吴公明觉着女人果然是蠢的 一个闺女被皇上禁足一辈子 跟关了冷宫差不多 另一个这时候还来找她给柳泽然求情 一点都不懂厉害 可是 爹 吴英英看她爹冷心冷肺的样子 不畏所动 只能听话的改口说 我错了 爹 吴公明才不相信闺女这么容易放弃 粗喘了几口气 好好给我待在家里 为你娘想想 吴英英浑身泛冷 她爹的意思她懂了 爹 我不会辱莫无家的 脂粉铺子 东家 你这是做什么去了 咋才来 林帐房都问两三回了 白春恨不能把林水星身上盯出个窟窿 那林翔看她和好女就是这样 她没想到 林水星把铺子交给她和好女 是这么个教法 家里来了亲戚 说是来投靠 好不容易劝走 林水星本来是想昨日就来的 不过 林二婶和师父一起回了宅子 师父瞪着眼睛 非要她亲自下厨 铺子重要 师父重要 师父在吃不到你做的菜 可是就火烧了眉毛 白春点点头 遇到那种一门心思缠上身的亲戚 是挺为难的 就跟林水星说起些亲戚里道的事 仅好女急地捅了她两下 又给她打眼色 白春这才想起来 对了 东家 你看我这脑子 给你看账目 林水星看着铺子里紧紧有条 就知道没出什么事 不过还是接了账本过目 这里怎么空了两日 哦 是村里出了大事 不让初村白春赶紧解释 可不能让林水星觉着 她何景好女是故意偷懒 林水星点点头 一边看账目 一边问白春哪种脂粉卖得好 她刚才的话 却让白春想起了听过的一件事 想了想 还是决定问问林水星 东家 你是不是去过一个大院子 啥大院子 林水星对账目挺满意 放下问白春说的是啥意思 我也说不明白 就是一个挺古怪的地方 你问的那两天 我们村从那里回来不少人 以前还以为都是失踪了 原来是被抓去了那里 一个个都受脱了相 温又说不明白 大家都说是祖宗显灵 所以村里开祠堂祭拜了祖宗 全村都要吃斋两天 而且不能出村 村里有个妇人说 看见了你在那里 白春拉拉杂杂受了一痛 林水星听出了一点 你们村是不是从这里 往东管三道弯 他去冰斧场时 虽然被蒙了面 也记住了那地方怎么走 对的 东家你真去过那里 白春惊呼 那里都不让村里人靠近 出来的人看样子 又是遭了大罪 林水星怎么会去那里 原来 盐厂的人是来自白春的村子 村里没了那么多壮牢力 难道就没人察觉 林水星想着 是不是该告诉杨修图这些 不过他先要把白春搪塞过去 我哪去过那地方 是听邻居一个妇人说的 他男人是个刹爷 白春刚要再问问林水星 关于他村 那刹爷还说了些什么 就看到一个清俊的男人进来了 东家 找你的 这个男人白春记得 上回来找过林水星 林水星把杨修图请到了里间 杨修图 告诉你件事 原来那些致言的人 都来自白春的村子 喂 你有没有在听 他觉着那村里的李正 应该知道些情况 可杨修图显然没有在听他说 林水星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杨修图抓下他的手 握在手里 水星 我们的关系 你怎么看 杨修图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这次的事 就是为了让我摆脱 夏唐夫的身份 然后 林水星休得说不下去了 在演场时 他是怕的 但他知道杨修图不会让他有事的 所以他才能够放心大胆地待下去 一直以来 都是因为杨修图在身边 他才可以放心做想做的事 对付欺负他的人 而他做不了的 杨修图都会替他去做 林水星一直是这么想的 杨修图一把将林水星抱进怀里 他是被柳泽然的话 影响了他静下心想过 他为林水星做的那些事 加起来都没有林水星做的这件事分量重 但他又觉着林水星比他冷静太多 在两人的感情上 有时候他觉着林水星似乎是把他当作了伙伴 所以刚才才会那么问 杨修图 你放开 太紧了 林水星骨子里还是个青瓜蛋 以前跟笑名笑的是另一个人 他哪里被人这么抱过 就是杨修图抱他那几次 也是一会就松开 没有这么突然就抱着他不放的 外面警好女好像听到了林水星喊放开 脚往那里移了移被伏喜拦住了 伏喜揉揉鼻子 卖你的脂粉去 你听错了 警好女看着伏喜吊耳郎当 没点正行 心里更为林水星担心 去找白春商量 嫂子 我们要不要帮帮东家 白春是过来人 懂一些男女间的撒娇话 但又不好对着警好女说得太直白 没事 听嫂子的 再说我们东家厉害着呢 哪会被男人欺负了去 里面 杨修徒 你个混蛋 放开我 你是龙了吗 听到没有 林水星急得染个眉丸 杨修徒这是发的什么疯 杨修徒只想堵了林水星这张喋喋不休的小嘴 他怎么在这时候也不能听话点 还是受的教训不够 心动不如行动 唇印在了他的唇上 林水星仿佛受惊的小兔子般一把推开杨修徒 又在杨修徒再一次凑过来时 连眼睛都闭上了 睫毛颤动着 让杨修徒的心也跟着颤 一尾又印在他的睫毛上 杨修徒柔声说 水星 约定到期了 你明白吧 林水星还蒙 什么约定 什么到期 他都没追究杨修徒这么对他呢 好了 别嘟嘴了 是我娘将你去我家 杨修徒对着他亲居的唇刮了一下 见杨夫人 上次他对杨夫人说了那样过分的话 虽说是不得已而未知 也让林水星有些不知该怎么面对杨夫人 杨修徒 你这样太心急了 放心 有人会为你说话的杨修徒心情很好地卖了个关子 这就是杨修徒说的有人 林水星在行李的间隙 恼怒地瞪了杨修徒一眼 杨修徒陪在他身边 见他瞪过来 竟朝他眨眨眼 气得林水星真想拧下他一块肉 见林水星又朝他下跪 柳如素抓着他的手不让 行了 水星 这是杨修 在这里我是杨家长女 不是皇后 林水星做的事 燕镜卓告诉了他一些 柳如素听得心惊胆战 又佩服林水星 反正换成是他是没有这样的胆量的 不光柳如素 燕镜卓也来了 他老早就想见见这个林水星 如今见到是普通 也不普通 怪不得杨修徒想快点娶了人家 既然主角到了 燕镜卓就说 这次能彻底解决思言之患 多亏了林水星我来杨家 一是为感谢你们杨家对素素的照顾 二就是我听说因为他是下唐妇 所以杨家诱于组织 杨老爷没想到 连圣上也提了这下唐妇不能令家的组织 连忙说 皇上 这 水星 你是不是做冒险的事了 杨夫人打断了杨老爷 拉着林水星就问 这思言的是 水星出了力 怎么出的 要不是当着皇上 杨夫人都要把林水 心里里外外检查一遍的 杨夫人 我没事 还叫啥杨夫人 叫婶子 等你嫁给了修徒 再改口叫娘 老爷 你说是不是 杨夫人没有杨老爷想得复杂 他就觉着林水星未尽杨家走了九十九步 这最关键的一步就该他来走 今天就是皇上不在 这话他也要说 一边是皇上 一边是夫人 杨老爷哪里还反对得了 但让他说好 他也说不出口 夫人 这婚姻大事又不是关我们一方 也得问他家里的意思 燕静卓早听说过 这杨家家归 不准做小娜妾 此时觉着这家归是厉害 刚才这杨老爷还想找话说 被杨夫人这么一说 就让步了 静卓 你不是说 素素真是把杨家看作了娘家啊 燕静卓沉了沉生说 祖之是说了 下唐父一生不能再嫁 但太祖也说了 一切的律法都要因人而异 这思言之患 从建国起 西燕就深受其害 相信太祖知道了 言幻因一个下唐父而解 也会同意我废除这条组织 说到这里 燕静卓看了眼灵水星和杨修图 接着说 不光是对灵水星一人 我会颁布律法 全西燕的下唐父都不必受这组织所困 这条组织对女子来说太过沉重 早就该废除 谢皇上灵水星声音清朗 如果因他灵水星能给其他受苦的女子 带去些好事 他很高兴 此时的灵水星浑身如肚了层光 杨修图差点看吃了 燕静卓好笑地看着他 好戏还在后头呢 灵水星听风一道间隙的声音 是上回去灵水村的小桌子 一甩浮尘 打开圣旨 他心里也探服灵水星的好命 一个农家下唐父被封两次 公主 灵水星转头去看杨修图 用眼神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柳如素却抓了他的手 水星 这只是个封号 是我的私心 为了让你能进宫陪我说说话 这个公主 是柳如素为灵水星求来的 让他可以自由出入后宫 陪陪他 二一个 虽说灵水星免去了下唐父之名 但柳如素想要杨俯更多一重荣宠 杨家所有人都远着这宫里的事 那就夹住在灵水星身上 杨修图看了柳如素一眼 这宫里到底是改变了他姐 等燕镜卓和柳如素走了后 杨老爷叫了杨修图去书房 既然你都做到了这步 就早点让他家里人来京都商量婚事 还有 认准了他是你的妻 就是一辈子的事 我知道爹 等事情处理好 我就接他家里人来 还有 这两口子之间要有商有良 杨老爷是过来人 那灵水星看着比他家夫人都有主意 修图要是对他的事大包大揽 只怕会闹不愉快 一下就被自己爹说中了要害 杨修图有些脸色不好 灵水星跟他闹得几次 就是因为这个 饶是如此 他也有些拉不下脸 跟他爹说这个 嗯 然后出来了 杨夫人正拉着灵水星问长问短 杨锦兰在旁边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水星姐 其实 其实你的脂粉我有偷偷买来用 没有比这个能让灵水星更高兴的 好用吗 给我提提意见 灵水星好奇地问 我说锦兰怎么白了 问他他还不说杨夫人笑话杨锦兰 娘杨锦兰跺脚 他娘又这样接他的短 杨修图坐在一边 看着灵水星和家里人越说越自在 微微一笑 被灵水星娇瞪一眼 他更是浑身舒畅 三日后 京都街头巷尾都在谈论一件事 听说了吗 下唐妇都可以再嫁了 当今圣上真是开明 当然听说了 不过我还听说 这人说到这里一顿 看周围人都竖起耳朵听 他才不卖关子了 听说是因为一个叫灵水星的 人家还被封为公主了呢 说得有鼻子有眼 你家在宫里有亲戚 有人觉着这人是为了出风头 纯粹胡周 切 爱信不信 不信我还不说了 别见 他不信我们信 接着往下说 绿女听了的大概 就回了宰相府 这消息他要告诉给小姐知道 小姐 不好了 绿女 你喊什么 吴音音在菩萨面前又上了一炷香 自从柳泽然出世 吴音音整个人都没了生气 开始施斋念佛 盼望着这样柳泽然就能回来 菩萨恕罪 恕罪绿女草草败了败 就趴在吴音音耳边 把听到的事说了 你听她的是做什么 我是让你打听孤爷的消息 吴音音生了气 小姐 按说她是孤爷的人 现在春风楼都没人去了 可她的脂粉铺子 却能一点不受影响 你不觉着奇怪 而且要是这事情是真的那她 绿女 只是个丫鬟想不了那么透 就觉着事情不该是这样 她领水心越来越好了 吴音音却浑身跟打了鸡血似的 有了生气 书院是封闭的 所以外面的事 这里的橘子还不知道 你是灵力吧 跟我走 我家老爷 当今宰相要见你 宰相府的家丁正大年 不懈地写着灵力 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大福分 也不知道老爷 为什么要见一个穷酸橘子 还让他来请 好端端的 宰相独独要见他 灵力可不觉着自己出众到这样 灵力你摆什么谱 难道还要宰相等你 就是 清高也应该有个度 你在宰相的书院 还这样 有看不惯灵力的 阴阳怪气地挖苦他 灵力 赶紧 那可是宰相先生也发了话 不知道灵力是在摩基什么 宰相还能对他做什么不成 郑大年早等的不耐烦 恨不能把灵力拽起来 被先生催 灵力只能跟了郑大年走 到了的地方 却走的是后门 把人给我吧 我给老爷送去 绿女这等了半天 还以为这个成天 对他献殷勤的郑大年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呢 郑大年 马六把人交给了绿女 她从头到尾都没怀疑 为什么宰相不叫管家 而是叫绿女 让她找灵力来 管家呢 我要见管家 丫鬟带我进宰相府 算是怎么回事 灵力这下确认不对劲啊 怎么出来的丫鬟 坊间那些关于她姐 和柳泽然的留言 她也听过一些 不会是柳泽然的妻子 用她来对她姐不利吧 管家忙 要我来的 谁还敢假冒老爷的名义不成 邻居子还是赶紧进来吧 绿女没想到 灵水星的弟弟如此警惕 那为何走后门 我们宰相府是什么地方 没让你爬狗洞就不错了 郑大年把灵力往里一推 进去吧 你 绿女你可别忘了答应哥哥的 郑大年说完这话 就关了后门 她就是一个门子罢了 绿女挺了挺腰 走吧 邻居人进了这宰相府 就由不得她了 七拐八绕 越走越偏 而且走了没几步 旁边就多了个五大三粗的家丁 灵力也不敢跑 到了一间屋子 绿女停下来 邻居人 请吧 灵力镇定地走进去 听到身后啪一声锁上网 看好她 要是她跑了 小心你的狗命 好的 绿女 绿女从那偏僻地方出来 用帕子抽了抽身上 那地方荒废了太久 她觉着弄得一身霉味 闻了闻身上 没有不好的味道 才来见吴云云 小姐 都办好了 好 我去找林水星 吴云云蹭站起来 小姐 还是我去吧 绿女小心翼翼说 老爷要是知道小姐出府 非刺了她的皮不可 这事 吴云云不会让绿女代劳 放心 我有办法 不一会 一个洗衣婆子 从宰相府后门离开 来了林水星的脂粉铺子 林水星洗衣婆子 直奔林水星 根本就不理白春和景豪女 哎 你谁啊 白春要过去拉开洗衣婆子 结果看到林水星 跟着这洗衣婆子 直接走了 东家 你干什么去 白春觉着不对头 去擦擦桌子 林水星严厉的说白春一头雾水 请好女过去一看 嫂子 东家画磕蛋是什么意思 白春还没过去 李三先过去了 她立时明白这是林水星流的暗号 立即让人去香满楼通知杨修图 林力被绑了 而她跟上了林水星和那个婆子 香满楼 杨修图得到消息 立刻让福西找来了保护林力的人 那人说 看着林力跟人离开书院的 不像被胁迫 杨修图亲自来了书院 书院的先生见到她 也不敢有隐瞒 这位可是国舅爷 是宰相府的家丁 说是宰相要见林力 我们也不敢拦着 宰相府 事情麻烦了 林水星这边 她跟洗衣婆子一起来了牢里 暗说柳泽然这样的朝廷侵犯 是不能让外人见的 不过老头也听说了 林水星这个公主 就是在柳泽然的事情上 有功得来的 应该是之前 受了柳泽然的欺负 今日来在柳泽然身上 出口恶气 牢头就让人进去了 这牢里鬼森森的 犯人没有几个 林水星和洗衣婆子 走了挺久 牢头才说 就是这里 公主你可快着点 给洗衣婆子掏出银票 就塞给了牢头 我 我家公主要单独跟她说话 牢头不收 他们这里可不是普通的牢房 关的都是朝廷侵犯 上头管得很严 这公主的仆人 这么明目张胆给她行贿 她可不敢收 林水星只负责 把乌音音带来 乌音音要怎么做 她才懒得管 外面 李三跟着林水星 到了大牢 但根本就不让进 这里又戒备森严 她进不去 赶紧回春风楼 告诉了杨修图 去牢里 杨修图当机立断 绑林立 就是为了让林水星 带她去牢里 见柳泽然 她几乎可以肯定 策划这件事的人 是吴音音了 牢里 牢头看着洗衣婆子 非把银票塞给她 才肯罢休 公主又不管 她接了银票出去了 不过她留了个心眼 一直注意着这边 责然 我是盈盈等看不到牢头的人 吴音音就一下扑过去 大声喊她 是化作洗衣婆子 从宰相府里出来的 而绿女换上了她的衣服 躺在床上装病 盈盈 你赶紧走 刚才柳泽然就听到了 脚步声停在她的牢房前 不过她朝里躺着 连头也没转过来一下 责然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就是她害的你吧 见到柳泽然 吴音音陷入了疯狂 力气变得很大 一把就把林水星拖了过来 林水星撞在牢房上 头立刻就红了 趁还没人发现 赶紧走 柳泽然根本就不看林水星 只对着吴音音吼 泽然 你为何还要袒护她 林水星 我要你给我们陪葬 吴音音速度很快 林水星刚揉着脑袋抬起头 就被她掐住了脖子 那盯着这边的牢头 听说国舅爷来了 出去迎接了 林水星脖子上的手 越收越紧 平时吴音音看着焦滴滴的 仿佛风一吹就会到 此时林水星被掐得直咳嗽 哈哈 林水星你先上路去吧 吴音音癫狂地大笑 老头看见这一幕 下白了脸 这洗衣婆子是疯了 掐公主 她拿出腰间抽犯人的鞭子 就要上前去看一道人影 先闪过 杨修图过去 就扭下洗衣婆子的手 灌在地上 检查林水星 除了脖子 还伤到哪里了 嗨嗨 没事 在杨修图进来前 吴音音看林水星 面色惨白就放松了 林水星突然用身上的银针 扎了吴音音 所以吴音音手 是在林水星脖子上 但是动弹不得 如果杨修图 不那么着急林水星 就会感觉出 吴音音是像快破步般 被她扔出去的 林水星趁着牢头还没过来 走到吴音音身旁 快速从她身上取下银针 吴音音嗷叫一声 爬起来 却被一鞭子抽在身上 疯婆子 竟然敢对公主动手 不要命了 牢头两鞭子抽的 吴音音满地打滚 林水星拦住了牢头 别打了 把她关进牢里 把看来这牢头 不认识吴音音 吴音音伸着两只手 让牢头考 这样她就可以跟泽然 待在一起了 牢头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 巴不得被考的 压走 牢头对一个狱卒说 不是把我关在这里 吴音音劈头散发 脚跟定在了地上一样 就是不动 狱卒嘟拉不动 吴音音本想着掐死林水星 报了仇 她就跟泽然被关在一起 好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这里 你以为这里是个犯人就能带 你的罪需要知线神 牢头瞪了狱卒一眼 没吃饭 连个洗衣婆子都弄不了 林水星这时才像是刚想起来 好心提醒牢头 去宰相府报信吧 她是宰相府二小姐 吴音音 牢头吓得差点坐到地上 宰相的千金 那她刚才打了人 还能有好 不过一想穿成这样的宰相千金 又是想杀公主 又觉得自己做得没错 多谢公主告知 压下去 好生对待宰相的千金 林水星 你不得好死 你个烂货 呸 吴音音就像个市井 泼妇一般诅咒林水星 转头看柳泽然 又娇嘀嘀的 泽然 你等着我 处理了吴音音 林水星就赶紧问杨修图 灵力找到了吗 我已经找了书院的先生 一起去宰相府任人杨修图说 林水星拉着杨修图就走 身后刚才一句话都没说的 柳泽然突然嗤笑一声 林水星 你跟我一样 却比我陷得都深 耗自未知吧 林水星顿了顿 这柳泽然原来也是后世来的 柳泽然说完这话 就找了块干燥的地方坐下 他没有什么遗憾的 改良了这里的兵符盔甲 又指出了更好的烟 只是在班纸的影响下 变得疯狂 死了也好 也许死了就可以回去原来的世界 书院的先生 被不明就里拉来了宰相府 大门的门子 说要进去通知管家 杨修图问先生 是他们中的哪个吗 不 不是先生有些瑟瑟发抖 伏西两脚就把门子踢到了一边 一个门子进去找管家 其他几个被杨修图的人 逼得步步后退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还敢硬闯 杨修图拿出玉瓷金牌 门子不敢说话了 伏西 把住宰相府各处门 一个人都别放出 国舅爷 你这是做什么 管家姗姗来迟 他已经派了人去找老爷 来要人 吴家二小姐抓我去解柳泽然的大牢 用我弟弟威胁我 书院的先生 说是宰相府的家丁去叫的人 我是当朝公主 来要人不应该 灵水星想明白了 没道理别人一次次用身份压他 他却不用 他可是西宴的公主 管家历时就把府里的家丁 集合了起来 请吧 公主 杨修图让书院的先生挨个看 看好了 是哪个尽管说 这家丁败坏宰相府的生育 找出人来 你也算是为宰相除害 他怕这书院的先生 怕得罪宰相府 看见人也不敢指出来 人群里的郑大年 见事情闹成了这样 头恨不能低到地里 绿女这个小娘皮 要害死他了 先生被杨修图几句话说的 有了底气 一个个看得仔细 到了郑大年跟前 这人高矮胖瘦 都对得上 就是低着头 看不见脸 先生蹲到了地上 从下往上看 就是他 管家二话不说 让人把郑大年绑起来 刚才杨修图的话 说得很明白 这是家丁败坏宰相生育 管家 不是我 是二小姐的丫鬟绿女 让我做的 她说是宰相 想见邻居人 你没空 就叫他通知的我 郑大年腿肚子打转 不用管家问 就全说了 邻力在哪 林水星上前一脚 踢在郑大年胸口上 吴盈盈丧心病狂 她真怕邻力出事 嗨嗨 我不知道 人是绿女带走的 绿女躺在床上 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到小姐回来 再这样下去 非得穿帮了不可 门被推开 绿女刚要叫小姐 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不对 这不是小姐 绿女把被子蒙到头上 潮里躺着 林水星过去一把就要掀开 绿女死死拽着被子不让 不能叫人知道小姐不在府里 绿女 你装得再像也没用 乌盈盈被关了大牢 林水星松了手 有本事绿女就当一辈子 缩头乌龟 你放屁 我家小姐是宰相的千金 谁敢关 绿女一把掀下被子 她穿着乌盈盈的衣服 躺在乌盈盈床上 管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看来那灵力真是在府里 绿女 公主的弟弟在哪里 管家阴沉着脸问 绿女很怕管家这府里的丫鬟 都怕管家 谁不听话 她就会把谁送到老爷面前 绿女因为是无影影的丫鬟 没被送去过 可看着管家这脸色 她知道自己离得不远了 可小姐带她情同姐妹 她怎么能出卖小姐 我 我不知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管家 我真 真不知道 是林水星自导自演的这出戏 就是为了陷害小姐 你应该赶紧找老爷 回来为小姐申冤啊 绿女连哭带嚎 牺牲了自己 能救小姐 也知 在相府的僻静地方 一个丫鬟 对着个五大三粗的家丁 瓶子 你咋还在这 家丁都去前院了 管家叫的 瓶子站的 就是灵力被关的地方 她看着五大三粗 但脑子有点笨 谁的话都信 听这个丫鬟这么说 就急匆匆跑了 灵力一直在听着外面的动静 听见有人说话就喊 放我出去 谁 谁在这里 丫鬟吓了一跳 这里连杂物都不放 他们夺懒都爱来这里 他还以为瓶子也是在这里夺懒 难道是这里关了人 丫鬟偷偷跑了 他什么都没听到 绿女不说 管家就叫人到处去找 公主的弟弟要是在府里出了事 老爷可就脱不了干系了 这是宰相府 林水星也不敢乱来 只能看着这管家处理 再等一会儿 李三已经去找了杨修图 悄悄对林水星说 瓶子见了人 就问管家在哪 管家刚出门 他就擦着汗过来 表哥 你找我做 做肾 起开 没人找你 瓶子是管家二叔家里的表弟 平时他多有照福 现在可顾不上 瓶子也不恼 往管家身后一瞅 看见了屋里的绿女 连忙说 绿女 人好好关着呢 我这就回去 在哪 林水星连忙问 快说 管家发话 瓶子就带人来到了 林立被关的地方 李三早一步到了这里 他敲敲门 问是不是林立 林立都应声了 但听到了脚步声 他放弃撬锁 躲了起来 瓶子指着这间被锁的屋子 就是这里 打开 管家瞪他 当初真不该一时摸不开面子 答应了二叔让他进府 钥匙在绿女身上 林水星看不下这磨叽劲了 过去砰砰敲 福蛋 是姐 你说句话 姐 我没事 就是被关在这里出不去 你也没事吧 林立被关在这里 最担心的是他姐的处境 听到他姐的声音 他放心了 杨修图让林水星站到后面 一脚就踹开了门 夫 林立 姐 你脖子咋了 林立一下 就看到了林水星脖子上一圈的淤青 回去再说 管家明白杨修图踹门的用意 这就是想让他看着 人是在宰相府找出来的 离开宰相府时 林水星放下话 吴盈盈在牢里 请告诉宰相 宰相回来时 一切已未失一晚 管家跪在吴公民面前 老爷 是我失察了 算了吴公民思索后 决定即刻进宫 宫中 皇上 臣女妄图杀林水星 实在是罪如可恕 而臣至家无方 交出这种闺女 更是无言在给皇上效力 请皇上削了臣的宰相之位 宰相严重了 朕知道你铁面无私 想来容不得人凌驾于律法之上 才来请罪 可这西烟离不开宰相啊 燕镜卓亲自将宰相扶起 宰相老泪纵横 直说臣惶恐 臣会为了皇上干脑涂地的 燕镜卓当然想除掉吴公民 只是他在朝中门声众多 草率动作恐引起朝堂动荡 是以这么安抚他 林水星一行人回到宅子 前郎中见徒弟脖子上一圈掐痕 你是要气死我 你的扎针都穴到狗肚子里了 师父 我扎了 只是我想把人整进牢里 一劳永逸 总要看着严重点被前郎中吼 林水星也不生气 师父关心他呢 你个猪脑袋 现成的人不用 非用这种烂办法 前郎中还是愚怒未消 他当然指阳修徒 林水星告诉阳修徒 让他处理多好 自己这个徒弟就是爱瞎逞强 水星 你今后就听我舅舅的把 杨修徒顺着前郎中的话说 林水星弯了杨修徒一眼 不过这一眼 让杨修徒有些浑身发热 他也赶紧收回了视线 姐 你怎能让他叫你水星 你不是和他瞧归瞧录归录了 林力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林水星就把事情跟林力说了 说得轻巧得很 姐现在是公主了 以后在京都 想做什么生意都不用求人 你考公民也没人敢再下半子 姐 你真想嫁给这人 要不然你等等 等我成了近视 大把的人随你挑 林力不关心他解成了公主能怎样 他就是看不上杨修徒 但要是换成了其他人 他恐怕更看不上 在他看来 就没人配得上他姐 林水星笑 林力 你考公民就为这个 为这个 总比为名利好 前郎中为林力说话 做官无非为了公民利禄 他觉着林力这想法 更有人情味 林水星一下说 不过两个人 认真地看着林力说 姐想嫁给他 用自己的方法得到认可 进去杨家的门 我知道你是怕姐受委屈 姐以前看人也不准 姐 你别说那个 只要你愿意就行 这次再有人敢对不起你 有我为你出头 林力说着看向杨修徒 别人怕他杨修徒 自己可不怕 两个人的目光较亮了一番 杨修徒自信 自己绝不会像林力说的那样 也不心虚 杨修徒 我想跟你聊聊爹娘不在 林力自觉有些话 就该由自己来问 杨修徒 水星 这样不好 林二神也看出来了 林力和杨修徒 有点互看不顺眼 特别是林力 就想让林水星劝着 别让两人单独聊 林水星把林二神拉到了一边 林二神现在除了在乡满楼打砸 回来林水星这里 也是帮着做饭洗衣 勤快地跟在村里 简直像是两个人 他把林水星当做了家人 林水星也带他如家人 二神 没事 杨修徒 你杨家的家规我听说过 我不问你那些 就问你能不能让我姐 不再有危险 林力问 他知道 他姐想做的事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可杨修徒既然要娶她姐 就应该做到这点 我能杨修徒很郑重 好 不过我不是信你 是信我姐眼光不会错 林力说完这句就出去了 这次 家里热闹多了 有了钱郎中还有林二神 林力也放心 以前她去了书院 就她姐孤零零一个人 林二神认真起来 做的饭不错 林水星又加了个四喜丸子 做了两盘子 就开饭了 水星 我给你找了出新宅子 杨修徒吃得差不多才说 他怎么会让林水星 一直住着柳泽然给找的宅子 我自己找好了以前 杨修徒听到这话 会觉得林水星太绝 不愿意依赖他 现在他觉着两人是心意相通 事宜也没多说什么 支点头表示知道了 三日后 贴出告示 柳泽然五十问斩 在京都的中心区 有一块凸起的台子 百姓们走到这周围 都会隔着一段距离就绕开 林水星以前不知道 这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清楚了 在太阳正中 阳气最足的时候 台子前面围满了百姓 都是一份填膺 一个皇商 又是宰相的女婿 却卖丝严 还是卖给东夷 这简直是叛国 就该砍了他的狗头 尸首也该扔去 野地里喂狼 就是 宰相那么宅心人后 美名差点被这种人毁了 该杀而且我西宴有两大恨 一个是丝严 一个是东夷 都跟他有关 死不足惜 要不是圣上仁慈 还应该报失五天 再扔到野外去 这些话落音 林水星就看到柳泽然 被押出来 推倒在台子上跪好 钦差一扔令牌 刽子手手起刀落 百姓们一片叫好 老李 轻隐没等到主人回来 撩断了自己 他是主人的影子 没有了主人 他这个影子也不该有 柳泽然的事情了了 林水星才想起来 他一直忘了问白春 那岩井的事 白春 你村里有井吗 水能喝吗 像是林水村 井水是一点不能喝的 林水星想确认一下 那岩厂附近能产烟的地方有多大 当然能 而且是甘甜的 东家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事看来 只有柳泽然圈出的岩厂能产烟 冰斧厂和岩厂 现在已经被朝廷接管 因为这次 他们行动出气不易 所以冰斧厂并没被破坏 柳泽然很周密 他将做盔甲的步骤分开 每一步都有一人管着 共五个人 但这五人彼此间不能联系 所以没人掌握之盔甲的所有技术 这样一旦出事 只要杀了其中一人 就制不出完整的盔甲了 只是柳泽然最终没有来得及动手 听杨修图说 之前黑市上流通的丝岩 足以供给半个吸烟 那要是将这个岩厂 好好运行起来 也许就足以解决 吸烟的缺岩问题 不过这些 林水星打算跟杨修图商量一下 由他去跟皇上说 想到这丝岩的事 林水星又想起那些盐厂里的壮毛利 那么多人 难道是被以拉壮丁的名义骗走的 拉壮丁 没有的是白春干脆地说 他们村离京都这么近 谁会傻地去他们村里拉壮丁 不是拉壮丁 那嫌疑最大的就是李正 失踪的都是壮毛利 哪里会这么巧 林水星想去白春村里看一下 对了 东家 你认不认识什么郎中 我们村回去那些人有时还是会头晕恶心 村里郎中之不好 井豪女赶紧问林水星 她怎么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林水星本来还想着找个什么借口 去他们村里看下 这下有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东家 你会行医救人 白春和井豪女都指着林水星惊呼 不是他们不幸 是这天底下真有什么都会做的女人 东家既会经商 还会行医 那怪不得皇上要封林水星为公主了 我会一点林水星被白春和井豪女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小生说 她是想叫师父钱郎中去村里医人 她顺道去查查那村里的理政 白春的村子该怎么走 林水星清楚 第二天她就坐马车去了 只是跟她去的不是钱郎中 换成了阳修图 昨晚上她一提这事 钱郎中就说要去她就自己去 那读我都解得差不多了 你学了这么久的解毒 正好去试试 要是这点余毒都解不了 你就不用再当我徒弟了 反正去给村人解毒没有危险 林水星说起来还没正儿八经给人解过毒 那我陪水星你去 给你当药童阳修图顺杆子往上爬 林水星本想说自己去就自己去 可被阳修图这么一说 她赶紧说 我叫陆喜跟我去 陆喜被阳修图一票 识相地拒绝 师父罚我抄医书 哪都不许去 马车都快到了 林水星动了动有些僵的身体 她觉着阳修图的目光越来越烫人了 只是跟她两人待在一起 她就觉着不太感动 阳修图 要不你回去吧 哪有要同是你这样的 下车前 林水星最后一次试图说服她 她跟阳修图站一起 她倒更像个要同 阳修图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 避开钱郎中林二神等人 跟林水星好好相处 怎么会错过 是以背起药箱 先下了马车 白川就等在村头 好领着林水星和郎中 先去见李正 看见从马车里面出来个人 背个药箱子 想也不想就喊郎中 一抬头 这个男人是郎中 郎中在马车里 阳修图往马车上一指 白川热切地看着李 正听说他家从京都找来了郎中 可是大夸了他家一通呢 东架 白川的脑子转不过来了 怎么下来的是林水星 他还上前去掀开帘不看了 里面没人了 白川 放心吧 我能医好你们村里的人 林水星看白川有些沮丧 赶紧说 白川磕磕巴巴说好 如今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白川所在的村子叫景家村 大姓就是景 李正家在村里最东头 石器房三大间 坐北朝南李正五十多岁 看起来就古板 听了白川的话 就不赞同地说 胡闹 女郎中 让他回去 让个女人看村里男人的身体 成何体统 李正当着林水星 就这么说 他还以为郎中是旁边那个男人呢 林水星知道李正想的是什么 笑眯眯地说 李正放心 我不碰那些男人 只有我的针 在他们头上扎几针就好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派人跟着我 我任你们看 要是你说的这样 那他干嘛还背个药箱子 李正质疑 那么个俊朗男人 背个药箱子站在他身边 他还说这话 是糊弄鬼 还是把他这个李正当成鬼糊弄 林水星正在给一个男人扎针 刚才李正刚说完 就有个村人跑进来 说祠堂里有个男人又昏过去了 他就来了 从盐厂回来的人 都住在这间祠堂里 祠堂里生了好几个火盆 而且木板床上又铺了干稻草 还有褥子 林水星觉着李正对这些人 还是不错的 李正一直盯着林水星 想着要是这个女郎中之不好 那就让他赶紧走人 结果才两针 紧开春就行了 他就是刚才那个昏过去的人 谢谢姑娘 我整个人都清明多了 身上也清快了 那其他的人也麻烦姑娘了 李正是青年所见 他就像自己说的 只扎针不做别的 人还好了 那就让他治吧 杨修 药童 你去肩负提神醒脑的药 给这些人服下 林水星吩咐杨修图 要是直接叫名字 怕是这个李正又要对他起疑了 杨修图看了眼 这一屋子躺着的男人 才跟着李正去找地方监药 谁让他是药童呢 林水星趁机问这些人 记不记得是怎么被抓的 被扎过针 这些人都不昏沉沉了 所以林水星问 他们都肇实了说 有些是一起去京都卖柴的时候 被抓的 有些是几人相约 一起去山上打猎的时候 反正都是一帮子人 一起被抓的 之后再延长的事情 这些人是一点不记得了 这时 杨修图端着一盆汤药进来了 每人都咬了一碗喝 李正也在 林水星就问他 李正 村里走丢了这么多人 你就没报过关 咋没报关 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为这事 我这个李正都差点当不下去 李正摇头叹气 但林水星看其中有个男人 听李正这么说 撇了撇嘴 还翻白眼 这人对李正有意见 林水星说 这个解读要持续七日 才能好彻底 李正就为他和杨修图 安排了住的地方 杨修图说 他在祠堂找个地方靠一下就好 林水星则住到了李正家 李正家有一间小厢房 是给出嫁姑娘留的 在正屋边上 不过是土批的 李正婆娘就让林水星住这里 晚饭 在李正家饭桌上 林水星见到了李正的儿子 景星春 天生驼背 面向忠厚老实 可林水星总觉着他有些阴郁 不过盗取了个一等一漂亮的婆娘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林水星一下就想到了这句话 饭后 杨修图来找林水星 两人走出了李正家 那人我帮你问过了 他说是景星春召集着他们去猎野兔子的 结果他们都被抓了 就景星春一个没事 杨修图一双眼睛 都恨不能长在了林水星身上 所以林水星但凡多看谁一眼 他都知道林水星一离开 他就问了那个林水星 看过好几眼的男人 林水星住在李正家 当然知道景星春就是李正的儿子 那些人要想在村里待下去 自然不敢说出对景星春的怀疑 东家原来林水星和杨修图两人 走到了白春家门前 正好林水星想问问白春李正一家的未人 就过去跟白春说话 杨修图就那么眼神追随着林水星等他 你问李正一家 那东家去我家吧 李正是我公爹的堂弟 他应该更清楚 白春把林水星往家里拉支粉铺子的活 婆婆也觉得好 特别是好女整个人变得又白又水灵 媒婆子差点踏破了他家门槛 婆婆一直说要好好谢谢林水星呢 不用 我就随便问问我住在李正家 怕不小心犯了他的忌讳 你跟我一说就行 林水星拉住了白春 要是去到白春家里问 再让李正知道 那李正肯定是要怀疑他的 那行 李正不仅是李正 还是组长 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说了算 他儿子景星春是祖老 平时村里有个什么事情都是他召集人 在年轻一辈中有些微信 不过你应该也看到了 他驼背一家人都不坏的白春说的这些事 村里人都知道 也不算是秘密 怪不得有些人有怀疑也不敢说 原来这里正家在村里算是一手遮天 而且名声也不差 林水星更了解了 李正家 爹 你怎么找了个外来女郎中 咱村郎中不是说了吗 那些人是受了惊 烧点纸照回魂就会好景星春等林水星走了就说 李正汗烟带抽的巴搭响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将来这里正也想让儿子当的 所以教训道 你懂个什么 咱村郎中就是个神棍 除了会收金 啥都不懂这些人可是官府给送回村的 要是出了啥意外 官府怪罪下来 咱们担待得起 请个郎中来 把人医好了 也少些麻烦你得多动脑子 这点事情都看不明白 将来如何接我的班 景星春被这么训 连连赔不是爹 是我想的不周全 他心里怎么想就没人知道了 林水星跟杨修图说了白春说的话 杨修图给他把几根散落的头发噎在耳后 温生说 没事 不是还有几天吗 他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此后 林水星就每日给那些人扎针 让他们喝提神醒脑的汤药 除了白春或仅好女 他不跟其他村里人打交道 背后注意着他的眼睛慢慢消失了 林水星在这里 自然无从知道京都发生的密室 吴盈盈背叛发配边疆 他没哭没叫 带着手铐脚链被牢头压出去 混入了同样被发配的女人中间 同一处牢里 隔了几个牢房的春桃死了 被蒙上白布 就那么扔到了死人堆里 不几日后 孝明孝在外面置了一处宅子 里面住了个女人 竟是本应该被发配的吴盈盈 她作为死人春桃被扔出了牢里 来到了孝明孝身边 成了她新的外事 而被发配的是春桃 她早就疯疯癫癫 被割了蛇 正好用于发配边疆 吴盈盈不在乎孝明孝如何对她 她想的只有一个 她要为柳泽然报仇 不仅要让林水星死 还要让她死得逼柳泽然都惨 林水星来景家村的第三天 村里出了事 不过这回受伤的是景新春 鼻青脸肿 被个寡妇拧着胳膊 送来了李正家 三娥 你这是做什么 松手 我儿子可是阻挠景新春 她娘上去就要拉开 这个叫李三娥的寡妇 松手 你问问她干了什么好事吧 她敢说吗 李三娥说着 对着景新春又是一巴掌 敢爬她家墙头 以为她是个寡妇 就会忍气吞声 听说有热闹 李正家人越聚越多 热闹 谁都想看 都回去 三娥你也有话好好说 李正脸色难看 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儿子不会做了糊涂事吧 放开也行 要是那新来的女郎中来 我就好好说 不然我一个寡妇 一人对着你们一帮子人 我怕自己像我男人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李三娥话说得很难听 她是村里唯一死在 盐厂那个男人的婆娘 就是林水星 见着从盐厂里 被抬出去的那个 别人家的男人都回来了 只有她男人没信 李三娥是打落了牙齿 往肚子里咽 如今这景新春 做出这种事 她也豁得出去往外说 李正想了想 让村里人都先走 回头真相大白 我会给大家个说法的 然后让人去请了 林水星来 只是来了两个人 林姑娘 让你来 可没让你的要同来 虽然这杨修图 在村里并没做什么事 不过李正觉着 这人越看越不像是普通人 两个人更好 我刚才想过了 你们两个大男人 我和女郎中两个人 也不保险 李三娥又这么说 林水星看了一圈 除了李正和他婆娘 儿子 还有个妇人 不见这家的媳妇 而听话里的意思 是这妇人让她来的 林水星去了 这个妇人的身边 杨修图在院子里 压根就没进正屋来 既然你要的人来了 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正在村里 向来是一言九鼎 他说的话 全村人都得听着 这李三娥 是第一个 敢跟他提条件的 我正在洗衣服 他爬我家墙头 被我抓到了 他不承认偷看我 我就呼了他两巴掌 是就是这样 李三娥三两句话就说完 他天生就泼辣 说话不喜欢藏着掖着 新春 是这样 李正气的直喘 儿子竟然能干出 这种不要脸的事 景新春搭拉着头 不说话 憋了半天说了一句 爹 不是 不是 那你说你为何 爬我家墙头 李三娥 泼辣劲上来 问得不依不饶 我 景新春不知道该怎么说 林水星 其实这些天 一直在注意这个景新春 发现只要谁 跟他婆娘说句话 他就会变得阴郁 这应该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 在林水星看来 其实人家只是跟他婆娘 很平常地打了声招呼 他应该是跟着什么人 到了那里吧 林水星替景新春说 景新春赶紧又顺着说 是这样 我看见有个男人 进了三娥嫂子家 我怕出什么事 才怕墙头的景新春 觉着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是这么回事 那你说是谁 李三娥可不想轻易罢休 又话风一转 你可要肇实了说 不然不仅会天打雷轰 就是我死去的男人 也不会放过你的 李三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景新春他娘 不乐意听这话了 嫂子 有时说是 别说那些神啊鬼的 你就没听到 你家附近当时有人说话 林水星逮着机会 又说了一句 说话 哦 听见他婆娘 霍景立春说了句话 对了 就是那之后 他爬了我家墙头 我明白了 景新春你是怀疑 他们两个 进了我家搞破鞋 才爬我家墙头 李三娥拍了下大腿 恍然大悟 景新春最恨的就是这个 脱口而出 你放屁 都是那些男人的错 谁敢碰我的兰花一下 我就让他们消失 他是看见了兰花和景立春 边说话边走 要是平时他就是记下这个人 等回头再想法收拾 可这次他看见两人 进了李三娥家 才怒气上头 爬了墙头 好你个景新春 你不打自招 说说 我男人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李三娥上去就私打景新春 景新春恍恶自己一气之下 说了什么 脸色灰败 李正傻了 被他婆娘捶了几拳头 老头子 你想想法子啊 儿子在家里种地 这三娥的男人是死在外面的 怎么能是儿子做的 他婆娘还没懂 李正确懂了 原来村里失踪的那些壮劳力 都是儿子搞出的 就因为他觉着 人家对儿媳妇有意思 杨修徒在院子里转了两圈 发现的地窖 就下去看了眼 上来时 手上拿着个布袋子 水 林姑娘 看看这个 林水星还没过去 景新春先熬叫一声 把李三娥都掀到了一边 就过去抢 这是我的 布袋子被杨修徒解开 口朝下扔在地上 里面的银子咕噜噜滚出来 景新春趴在地上 想都压在身子下 开祠堂吧 李正没想到儿子不仅被驼 心里也是驼的 这银子都是用村里的男人转来的 怪不得他不敢让银子见光 我想李正还是把他送到官府去比较好 在此前 你可以把他押去祠堂 我想祠堂里那些人会告诉你更多事情的 林水星本来一位 这里正是知道儿子做这些事的 看情况好像是不知道 李正真就照着林水星说的 把景新春绑起来 押着去了祠堂 大家有什么大胆的说 放心 景新春这个祸害 我会交由女郎中带去官府 他是我儿子 我也不会训思 听李正这么说 那个早就忍不住的汉子先开了口 有他带头 其他人也开了口 他们都是被景新春召集出去的 谁叫你们想抢兰花的 烂泥扶不上墙的狗玩意 还敢笑想我的兰花 你们都应该死在演场 到了这份上 景新春索性把心里的恨一股脑说了出来 杀 谁要是有那个心思 他娘的不得好死 我就是跟你婆娘说过两句话 你就下着狠手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 林姑娘 谢谢你李三娥替死横流 把林水星拉到一边 道谢 谢傻 不过你以后打算咋办 林水星关心的问李三娥 虽说李正现在看起来一副公事公办 大公无私的样子 但难保他过后 不会给李三娥穿小鞋 我准备带娃子去京都讨生活 李三娥小声回答 当时林水星找他 说是他男人 有可能是景新春害的 问他愿不愿意帮忙 李三娥也犹豫过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 他懂 再说只是怀疑 要是弄错了 可是得罪了李正一家 能被全村人的唾沫星子淹死 村都出不去 只是想起冤死的男人 他还是答应了 那样也好 林水星也不想做烂好人 让李三娥去自己的脂粉铺子 其实 景新春看见的兰花和景丽春 是穿着相似衣服的 林水星和杨修图 而景新春因为愤怒 真上了这个档 想到找李三娥是林水星 每天都要找白春 问问铺子里的情况 有时白春会跟林水星 说些村里的事 他说这李三娥的男人 是唯一一个死在盐场 没回来的 祠堂里的吵闹停了 杨修图找来服洗 他带着官差 把景新春押走了 而林水星和杨修图 还要在这里再待一天 景新春的婆娘兰花 从地里回家 就被婆婆兜头盖脸 一巴掌扇在地上 你个下贱货 还有脸回来 新春都是被你害的 我要捡了你的骚毛 再拉你出去游街 景新春他娘气势汹汹 进屋去找茧子了 兰花一头雾水 从地上爬起来 娘 新春咋地了 咋地了 你还有脸问我 你自己偷汉子 却让新春被抓进了大牢 简直是蛇蝎心肠 景新春他娘气得呼呼直喘 住嘴 管不住嘴 就给我缝上李正进门 看到婆娘把火 发在儿媳妇身上 就呵斥 这是嫌自己家 还不够丢人 兰花 你跟爹进来里 正瞪的婆娘老实了 才让兰花进屋 跟他把事情说了 兰花没想到 老师的景新春 是这么看他的 还做出了那种事 李正叹着气说 兰花有两条路 叫你选你要还想待 在这个家里就待 如果你不想我们家 可以给你一纸 秀书现在律法改了下 唐妇也可以再嫁 爹 我 我想要修书 兰花大着胆子说 待在这个家里 就婆婆这样 兰花怕自己 是没好日子过的 这是 白春晚上跟林水星说的 林水星觉着 有些对不起兰花 要不是他揭发了景新春 兰花现在还是 好好的李正家儿媳妇呢 不过凡事都难面面俱到 祠堂里的人都好了 林水星就和杨修徒 离开了景家村路上 林水星把对冰府场 和延场的看法 告诉了杨修徒 只是越说声音越小 被杨修徒 吃热地盯着看 林水星脸都有点发烧 杨修徒 你能不能别这样看我 杨修徒盯得 林水星低垂下头 才收回了目光 唇边掀起一抹满足的笑 这不能怪他 谁让这一趟 林水星光顾着 茶景新春 他可是真正成了要同 你想让我去找皇上 说这些 杨修徒抓住 林水星的小手 包在自己的大掌中 欠和得正正好 怎么 你不想帮我 不是不想 我想皇后快让你进宫了 杨修徒 我不想进宫 林水星一位 杨修徒懂她的 她讨厌贵皇家 虽然她对林力 说了这个公主头衔的便利 但她其实 一点都不想当这个公主 更不想被赵进宫里 陪皇后说话 杨修徒何尝不是如此 她也想要林水星 只是作为林水星 被她风风光光去进门 可发生的许多事 让他们必须这样 我会护你周全的杨修徒 在林水星耳边低语 林水星点点头 她姓杨修徒 到了杨府 真让杨修徒说着了 柳如素的贴身侍女 韶药早都等急了 林姑娘 快拙歇吧 娘娘想你都想出病了 柳如素在宫里 等了半个月 也不见林水星来 就让韶药来请 算上今日 韶药这已经是来杨府的第三回了 马车及时过街市 林水星还没来得及回家 就来了这宫里 穿过一重重宫门 这里的天日 似乎都是四四方方的太监宫女 见了韶药 都要给她请安 这一路上是走走停停 而韶药见了谁 都要说一句 这是公主林水星 那些人又会忙不迭 给林水星请安 终于到了皇后的宫中 柳如素是奉官侠配 之前在后宫的遭遇 让她明白了 她是后宫之主 就该拿出母仪天下的威仪 给娘娘请安 快快起来 你我之间 就不必来这些虚理了 那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林水星刚要行礼 就被柳如素拉住 坐在她身边 跟我说说 你跟修徒的婚事怎么样了 婚期选好了吗 皇上现在两月 才准我出宫一次 我只能把你找来问了 柳如素问得很细致 可林水星是斟酌了再斟酌 我才回答一句 水星 有话你直说就好 你就把我当成井难哀 我们女人 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 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 能想去哪就去哪 林水星不知柳如素 怎么跟自己说 这些深归怨妇般的话 娘娘 皇上来了 勺要小碎步进来说 把林水星带到 勺要就在宫门外 亲自守着 燕镜卓是来见林水星的 她俯一踏进 柳如素笑盈盈 上前迎踏 林水星就要行礼 林姑娘不必多礼 燕镜卓先制止了林水星行礼 才回到柳如素身边 柳如素有些不舒服 镜卓可是永远把她放在第一位 这次怎么先管个外人 又一想 林水星马上就要成为杨家的媳妇 觉着自己太小心眼了 林姑娘 我想听听你对冰浮厂和盐厂的看法 燕镜卓直接说 林水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燕镜卓不时问她一些细节 林水星一一道来 燕镜卓越听 越想跟林水星深谈下去 上回在杨府 林水星说话很少 燕镜卓对她了解就不多 这回听她说冰浮厂严厂的事 既有条理 又面面俱到在经商上 这林水星当真是不输男子 怪不得杨修徒会为她来求她好几次 柳如素被晾在了一边 她插不上嘴 也不懂这些 这是她不熟悉的燕镜卓 镜卓 跟林姑娘坐下慢慢聊吧 听林水星说的 燕镜卓觉着比从官员嘴里听到的有用多了 她略一思索 就做了决定 这样 就按林姑娘说的 那里只做盐厂 由朝廷来管 以后那里支出的盐 就是西燕的官员说到这里 燕镜卓开怀笑了 西燕以后就不用被东夷以言要挟了 皇上 我有个不情之请 制盐的工人请先用锦家村人 当初那些被抓进盐厂里的人 都是那个村的 可以燕镜卓痛快答应 至于冰斧场 我想交给林姑娘管理 林水星的提议是让冰斧场与朝廷的冰工厂合并 但燕镜卓不认为那是好主意 皇上 我只是一介女流 而且 林水星面有难色 她不想要这份殊荣 燕镜卓打断了她 办冰斧场的地方 让杨修徒给你找 而且不光冰斧场 春风楼也送给林姑娘 就当作震给你这位公主的陪嫁 可不能让堂堂西宴公主 就一个人嫁进杨家 陪嫁 燕镜卓是异国之君 她说的话不能打断 反驳也反驳不了 林水星走出皇宫时 像双打的茄子似的 这跟她想的简直是南辕北辙 林姑娘 我家少爷在马车上 夫系驾着马车来到了林水星面前 她现在把林水星是当成少夫人看的 林水星上了马车 对着杨修徒就是一通倒苦水 她是真觉着这些都是苦 杨修徒 这下怎么办 林水星眼巴巴瞅着杨修徒 她说过会护她周全的 没事的 古往今来 谁面对君王不都是硬 除了硬 还能做什么 不过杨修徒也没想到 皇上会将冰斧场和春风楼 送给林水星做陪嫁 林水星整个人都不踏实 这皇宫 他果然是不该来 第二天 杨修徒就找好了地方 冰斧场的匠人他也送到了那里 带林水星去看 杨修徒 太快了吧 不快 再慢下去 我怎么娶得美娇娘 谁是跟你说这个 林水星急不往外走 杨修徒最近总是几句话 就能让他修呢 这个冰斧场 在京都的郊区 跟杨修徒在潭州府的庄子 差不多大 不过这里没有田地 都是一间间的房子 而冰斧场的人都在这里了 林姑娘 共有一百二十人 做冰服的是五十人 做盔甲的七十人 温生过来说 以后 温生就给你做帐房先生 杨修徒看林水 心不解地看他 像是才想起来这回事 有温生帮忙 林水星很乐意 他让大家跟以前一样做事就行 又把掌握着盔甲技术的五个人 找来他考虑过了 像柳泽然那样 每人掌握一点技术 是最保险的 这技术是谁教给你们的 主 不是 是柳泽然拿来的书 我们五人每人一部分 学会了 书就被柳泽然烧了 其中一个人战战兢兢说 原来盔甲的技术是柳泽然的 那他真有可能是穿越的林水星 让他们把自己的那部分都写下来 又告诫他们 在这里 你们可以说话 但要是到外面说 不会的 姑娘这五人连忙说 以前他们的家人都被柳泽然捏在手里 现在家人安全了 他们很感激 只会比以前做得更好 而且以前他们是像犯人一样被看着的 如今他们是堂堂正正做兵符 干劲十足 处理好兵符场的事情 杨修图又和林水星来了春风楼 正经早跑了 现在春风楼是方冠才管着 谁都知道这里属于盐贩子柳泽然 而西宴人对思言又深恶痛绝 春风楼里只有林星几桌客人 跑堂的喝欠连天 方罐材都使唤不动 掌柜的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就得了一个跑堂的吊耳郎当说 又没人勤快给谁看 连账房先生都走了 他们这几个人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林水星和杨修图就是这时进来的 几个跑堂的见了杨修图 要一下直溜了 要是春风楼归了杨修图 那他们的饭碗就有救了 所以都是讨好的看着杨修图 杨东家 这里是春风楼 你的香满楼在对面到了这步田地 方罐材还是硬生硬起 他不想求杨修图 这个是你们的东家 这是官府的文书 杨修图不理方罐材 只介绍林水星 东家好 东家好几个跑堂的有些谄媚 这月的银钱起码有着落了 林水星看这里冷清得很 几座客人 二楼单间更是安静 几个跑堂的是一身懒散 看来这春风楼是无人能管得起来了 谁是掌柜 我方罐材往前一步 心里直冒苦水 雨冬嫁 还是位公主 听说又即将嫁进杨府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春风楼改姓杨的一天 你是掌柜 这样子你就一点办法不想 林水星立声问 方罐材想要吼回去 这是柳泽然造成的 他有什么办法可想 可只是抬抬眼皮 东家有什么好办法 就拿出来吧 春风楼要想生意好起来 只要摆脱柳泽然带来的影响 让京都人知道 现在的春风楼跟柳泽然无关就行 而以他如今的身份 想让京都人知道这点并不难 但林水星还有些想法 他算上这春风楼 有了三家九楼 他想做成连锁的 不过这事要慢慢来 方罐材不屑地撇嘴 这女人半天了 也没说出什么办法 还不是跟他一样 林水星不管方罐材是怎么想他的 他想跟杨修徒谈谈这想法 就跟他去了对面的香满楼 你这是想做你的香满楼 杨修徒听了林水星的话 饶有兴趣地问 可以这么说吧 那把我的香满楼也加进去 从此后 谭州府的庄子 是两人第一样共同的产业 这九楼就是第二样 杨修徒只是这样想着 就浑身发热 你能不能正经点 怎么家都叫香满楼 林水星有些生气 这不是儿戏 你我两个人的 怎么还能叫香满楼 当然是要有你我二人的名字 要叫京都人都知道 这九楼是杨修徒和林水星的说来 我还没给你定清理呢 林水星面红耳赤 自己为什么要跟杨修徒商量呢 杨修徒 你的香满楼好不容易有了如今的盛名 难道你就白白舍弃 比起我一人的香满楼 我更想要属于你我二人的星途九楼 再说 有我杨修徒在 只是换个名字罢了掌柜要是不能让人明白这点 那还要这种掌柜做什么 杨修徒颇有众爱美人不要江山的架势 说是这么说 这是做起来还是有许多需要好好准备的 不是摘下招牌换个牌子就能搞定的 最终 林水星决定先将春风楼改成星途九楼 方冠才气得大骂林水星是胡来 老子不伺候了 拂袖而去 第二日 星途九楼开张 林水星座位东甲首次亮相 又加上杨修徒也到了 名字又是星途九楼 有胆大的问 这是两位的定情信物 杨修徒本就温润 听了这话 整个人更是揉了一圈 面对着这条笑 大方定下承诺 等他日 香满楼也改成星途九楼 那才算是定情信物 一杨修徒的这话 星途九楼和对面的香满楼都生意火爆 而林水星对这里的豆腐菜的定位是家常 是以 星途九楼和香满楼都有了自己的特色 有了各自固定的时刻 这是后话 杨俯里 赵明月没想到林水星有如此的手段 短短时间京都人都知道了开九楼的公主林水星 说林水星和杨修徒是一对碧人 九楼的名字写着呢 林水星和杨修徒 她应该趁早抽身 赵明月清楚 可她不甘心 锦兰 是不是我不来找你 你都忘了我这个姐姐 光顾着你的新嫂子了 赵明月开着玩笑 明月姐 你说什么呢 啥叫新嫂子 我就一个嫂子 就是我哥将要娶的林水星 杨锦兰可佩服林水星了 脂粉铺子九楼 啥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 在她心里 她娘是女侠 林水星也是 所以赵明月看着像开玩笑 杨锦兰也不爱听 哟 生气了 好 是姐姐说错话了 但听说这姑嫂之间 是最不好处的 就是你娘 也会把一些心思 放在她身上 不过这都是外人瞎说 我相信你不会遇到这些事的 赵明月边说 纸上又画出了一副 新的花样子 她画的花样子 在整个京都 都是数一数二 没人能比过她的巧心思 不过她不轻易画 但只要杨锦兰想要 她就会画 所以杨锦兰虽然看出 她安得什么心 但为了她的花样子 对她的画是 左耳朵金右耳朵出 杨锦兰不说话 赵明月又添了把火 老话说有了媳妇忘了娘 虽说杨哥哥不会 但这家里到底是不一样了 就拿我来说 虽说是招坠 但我婆婆总背后 说我抢了她儿子 瞧我 啰嗦到哪儿去了 你这还没出嫁呢 赵明月懂得见好就收 好了 这些花样子 够你用些时候了 我先走了 走得湿湿然 不动声色 赵明月也不急 一次不行就两次 她相信只要自己不识说说 在林水星嫁进杨家前 杨锦兰总会被影响到的 也是巧 赵明月刚出杨府 就看到一辆马车 杨修图先下来 然后扶着一双手 她甩开丫鬟低头挤走 上了自己的马车 是杨夫人让林水星来的 瘦了杨夫人见了林水星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把林水星前后左右打量了一遍 又抓起她的手腕圈了圈 说 太瘦了 你这丫头 别只顾着酒楼 自己的身体也得注意 修图 把你的人挤水星几个 我看温生就不错 娘 温生早就去帮水星做事了 其他人也得水星享受才行 杨修图带着一脸委屈 林水星要是想 像满楼的人都给她兜行 太阳修图林水星要是想收 她更恶意 杨夫人听了儿子这话 又拉着林水星 水星 这有些事就叫下头人去做 修图的人就是你的 两口子不用分那么轻 夫 叫我什么 婶子 我没瘦 而且我不会逞强的 事情我也会跟杨修图商量 林水星赶忙保证 杨夫人这唠叨起来 跟她娘随菜花不相上下 想到她娘 林水星还真想得慌 等星途酒楼稳定下来 她就回潭州府接爹娘 对了 锦兰呢 怎么没看到林水星 怕杨夫人又要开口 抢先说 在她闺房 我让丫鬟去叫她 杨夫人要换丫鬟 林水星说她自己去 顺便逛逛杨府 杨府里 种的都是寻常花草 月季 勺药 家竹桃 还有马齿线 就是野地里常见的那种 长得满院子都是 都是我家夫人种的 一长一大片 别的花草夫人嫌麻烦 丫鬟看林水星一脸好奇 就给她解释 在京都 也许只有他们杨府的花园 是这样的 这杨夫人看来是个奇女子 不过林水星喜欢 也莫名地又对她亲近了些 看到这花园 她娘来杨府 也会少些居树吧 杨景兰的闺房 在最东边 只是个小院子 林水星推开门 杨景兰刚要说丫鬟 这还有一点 她就秀完了的 水星姐 见是林水星 杨景兰蹦蹦跳跳过来 她还带着女孩子的娇憨 做什么呢 林水星来到桌子边 花样子 谁画的 杨景兰在给林水星倒茶 随口说买的 说照明月太格应人了 看见这花样子 林水星有点手痒痒 当初这花样子 也让她小赚了一笔 就是不知道 如今手生没有 水星姐 你画的真好 比赵明月画的好 十倍 看林水星笑眯眯看她 杨景兰才后知后觉 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拍了下嘴巴 对不起 水星姐 不过有了你的花样子 我再不跟她来往了 杨景兰伸出两根手指发誓 林水星才不是那种 小肚鸡肠的人 杨景兰和谁交好 她更不会干涉 拉下她的手 水星姐 你为什么不在 脂粉铺子里卖这个 你画的比赵明月好 而她的这样一张花样子 要十两 她还不给人画 这么值钱 林水星还真不知道 看来她又有新的财路了 每年夏至 夫人小姐们都会相约 游团查到 花道 自然也有秀意 花样子 赵明月本来还担心 杨景兰心里藏不住事 要是自己那些话 她说给了杨夫人听 那杨府自己恐怕再去不成了 可她今日还叫自己 一起来游团 看来自己还可以继续煽风点火 花花草草的还是以前那些 几个人逛了一圈就没了兴致 坐在一张石桌子边 其中一位小姐说 老规矩来比比谁的花样子最好 赵明月嘴角掀起一丝得意的笑 往年这个时候 杨景兰总会出尽了风筒 连带的她的花样子 也能风光一把想到这里 赵明月退到了一边 天 景兰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花样子 好生动 给我吧 给我 景兰你有好东西这么藏私 我要生气了 一个跟杨景兰年岁差不多的少女 撅起嘴 怒瞪杨景兰 我的 我的 赵明月看着几个小姐 不顾身份地抢起来 有些诧异 往年她的花样子虽然受追捧 也没抢成这样 使杨景兰的秀意变好了 别抢 我给大家都准备了杨景兰 看这些小姐要抢破了头 才说 几位小姐这才分开 冷哼一声 她们几个是家事相近 脾气也相投 经常这么玩闹 并不会真的闹翻 其中一个小姐好奇地问 明月姐 这花样子也是你画的 看起来可不像赵明月画的素雅 而这个更捕捉有趣 赵明月有些想当然了 矜持地笑着说 当然 这是我水星解画的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赵明月的笑挂不住了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杨景兰这是什么意思 耍弄她 故意看她出丑 杨景兰不是针对赵明月 就是急着为林水星说话 她今日来 就是想让林水星的花样子 在小姐圈里出名 刚才是最好的机会 她才急于说 这是公主画的 有位小姐赶紧转开话题 赵明月死死看着那花样子 一株辣梅上面 一只喜鹊不是喜鹊的玩意 粗俗浅薄 她就是闭着眼 也不会画这样的丑玩意 这是花样子 笑死个人了 幸好 赵明月也有准备 拿出锦帕展开 重新挂上温婿的笑 这个才是我的 景兰问我要果 我欢迎为给了她一张 这花样子也不差 只是有林水星的珠玉在前 赵明月的 就算不得什么了 不错 还过得去 几个小姐看了几眼 又去看林水星的 赵明月恨恨地 看着这些小姐 在心里安慰自己 她们只不过 是跪舔林水星 那个公主罢了 都不适合 面子李子丢了个干净 游园会刚进入高潮 赵明月就回了家 而那些小姐 像是都没注意到 她先走了 明月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赵夫人叫住赵明月 闺女这是怎么了 往年可是会拉着她 说半天游园 会如何如何热闹的 你别管 赵明月恶生恶气 她今天可是丢了大人 连她娘也不想理 赵夫人悄悄叫了 丫鬟婴所问 听了得大概 就觉得头疼 闺女这事还执迷不悟啊 而赵明月回到屋里 把能摔的东西 都摔了得稀烂 又喊尹索进来收拾 尹索刚从赵夫人那回来 只不过是慢了一点 就被甩了两巴掌 尹索默默收拾了碎片 捂着肿起来的脸 退了出去 她家小姐 越来越殷勤不定了 尹索 过来 我有事吩咐你 赵明月叫住尹索 尹索犹豫着 到了赵明月身边 几天后 林水星的脂粉铺子 对面开了家 新的脂粉铺子 人还不少 因为是赵大人的 掌上明珠赵明月开的 赵明月的姿色 在这京都可是数一数二 她用过的脂粉 许多夫人小姐 都想试一试 杨芙里 锦兰 你为何要惹她 这下好了吧 水星的脂粉铺子 生意难做了 杨夫人 点着杨锦兰的额头 娘 我哪知道 她能出这种损招 而且她明显是撒谎 卖得比水星姐的 多便宜 她能往自己脸上 抹那个 我又不是不知道她 杨锦兰很看不上 赵明月的行径 那她画的就是 不如灵水星好 还不叫人说 非得让人 都捧她的臭脚 谁惯她的臭毛病 杨锦兰 最革应赵明月 这种人了 两人的交情 彻底到头了 可麻烦就麻烦 在偏偏这时候 灵水星和杨修图 回潭州府 接她爹娘了 铺子里就盛白春 合情好女 两人是一点办法没有 杨锦兰是替灵水星 去看看铺子 才发现了这个事情 赵明月嚣张得很 自己就在铺子里 娘 我有主意了 既然有人是看在 她是赵家千金份上买的 那水星姐还是公主呢 就跟酒楼一样 明皇皇亮明身份 杨锦兰越说越起劲 觉着这样一来 肯定可以扭转局面 可算了吧 这点小事 就要拿出公主的身份 那这身份太廉价了 我告诉你 不准这样干杨夫人赶紧制止了 杨锦兰的一响天开 这不行那不行 杨锦兰豪气的一拍桌子 娘 那我明天就去水星姐的 脂粉铺子 亲自跟赵明月打泪 我还就不幸了 我这个杨府闺女 比不得她赵家闺女 杨夫人这回 给杨锦兰打气鼓劲 闺女虽然想得过于容易 但受些挫折也是好的 第二日 杨锦兰草草吃了早饭 就熊啾啾气昂昂 去了脂粉铺子 可半天不到 就一肚子火气回来了 好不容易 有人半只脚踏进脂粉铺子 杨锦兰赶紧让白春去招呼 结果对面脂粉铺子 过来个姑娘 拉着这夫人说 夫人 去我家吧 你知道赵小姐吧 可是赵小姐亲自教你打扮 赵明月小姐 那我去看看 这妇人转身去了对面 赵明月可是美人 谁不想做美人呢 这让杨锦兰如何能忍 这拉客都拉到门前来了 他气势汹汹来到对面脂粉铺子 看到有几位小姐也在这里 更是生气 赵明月你亏心不亏心 有啥冲着我来 抢客人算什么本事 锦兰 一马归一马 我可不是为和你置气 圣上要我们多向公主学习 我这也是学公主 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赵明月这喜话 让涉事未深的杨锦兰吃了扁 我这也是学公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